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近日网络流传一份 2020年广州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安排通知显示 广州中小学年暑假时间为7月10号至8月31号 放假时间共52天 不少家长对此消息产生疑问 这才刚开学就放假了 南都记者就此电话咨询了广州市教育局 工作人员回应称 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发布的消息 今年暑假具体放假时间还有待调整 具体消息以官方公布为准